習近平曾經說 他有一個足球夢 所以足球開始變成重點項目了 但在這次的世界盃 打不進去 中國足球花了那麼多錢 錢花到哪裡去了 慧銘你講這個有問題 中國從來沒有在世界盃私利過 因為他們永遠踢不進去 有人說 有人說 沒有辦法有任何一隊 同時踢贏 中國隊兩次 為什麼 因為他踢贏他第一次 他就被淘汰了 所以有三個足球員 日本韓國跟中國上了天堂問上帝 日本問他說 我們什麼時候能拿世界冠軍 拿世界盃冠軍 他說五十年難過 韓國問上帝說一百年 中國球員一問上帝哭了 他說連他都看不到 你就會發現說 雖然中國 連習近平都這麼愛足球 他們幾乎動員了非常多的資源 來拱或是來做足球運動 可是很奇怪就是不行 但是哇踢足球的 有機會人人發大財 為什麼 重點不是得名啊 重點是要得力啊 這一個是這個非常知名的 中國隊的教練 叫李鐵 在世界盃進行這段時間 大家關注能不能踢進去 其實在這之前他就被帶走了 為什麼被帶走 一個中國足球的教練 我們的球隊都沒辦法得名 在廣東的省運會 兩隊球員 一隊是廣州 一隊是青遠 注意喔 十五歲的青少年 他們在圖球 一開始的時候 青遠隊是3比0領先喔 結果領先沒多久喔 主力球員就被換下來 就被換下來 換板凳球員上去 很奇怪喔 開始之間防守也不利 你看那個球員 奇怪 突然之間 我跟你講廣州隊也悶了 也納悶了 我們怎麼踢進去了 那剛開始不行啊 廣州隊一定要贏啊 踢到後來 青遠隊的守門員 也氣壞了 直接把球給對方的球員說 來吧踢吧 我都已經做到這樣了 你還不配合 對不對 才十五歲就被污染了 這個你都不知道 你們一定得贏嗎 對不對 我都做到這個地步了 你還不踢進來嗎 這樣子 然後到最後逆轉勝 就在青遠隊 絕對不防守 跟持續失誤的情況下 廣州隊贏了 那最後贏了以後 好辛苦啊 對 當然非常不容易啊 因為他們也贏得 得來不易的勝利啊 對不對 然後最後頒獎啊 你就看那些球員 臉上都沒有喜悅啊 因為他很清楚嘛 然後我在講 這個是史上最有名的 踢甲球的事件 這個是青島海立峰 這個球隊 基本上呢 我講這一次的比賽 我先講一下這一次的比賽 就他們的 在中國他們有俱樂部 完全模仿歐洲啦 就是說我有俱樂部 我俱樂部就是有球隊 那他們花了非常多的錢 請頂尖的教練 也請頂尖的外籍的員工 一起希望能夠把他帶起來 那我們就在想說 他背後 真的是為了讓這個運動 有職業性的發展 你就真的 你看像歐洲 就是這種架構嘛 所以他們球打得非常的好 對不對 有很多像C羅啊 或者說這一類知名的球員 能夠把大家帶到這個境界 但是呢 後來就發現原來俱樂部的老闆 都在幹嘛 都在賭球 而且賭要贏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達到一定的一個條件 那怎麼辦呢 直接打電話 對 其實電話是不能帶進去球場的 可是老闆 俱樂部的老闆 可以直接打電話給球員說 就開始溝通 然後教練就跟著球員 開始大家就動員起來 該怎麼做的人 就怎麼做 就開始動員 好 那這一場球呢 這個老闆賭了八萬塊 然後呢 他原本就是賭他 叫青島海力風隊 那他賭他們自己贏 這個 那這很合理啊 這個沒有問題嘛 賭自己贏啊 我是俱樂部的老闆 我賭自己贏 沒有什麼問題嘛 結果沒想到 因為實在贏得太容易了 所以在這個球場進行的 球賽進行的中間 他們加了一個遊戲規則 鼓勵大家再下 因為贏的這樣子賭注就不多嘛 結果沒想到賭盤怎麼做 就說那這樣子好了 就是兩隊加起來要四顆球 再加碼獎金 這個球隊老闆趕快打電話嘛 趕快趕快要四顆球 結果 對 這個他們就想說 我就讓對方提進來嘛 就3比1嘛 很合理對不對 踢假球 我放水讓對方踢進來 沒想到對方 球隊不知道到底什麼一回事 防守得很嚴 然後又踢不進去 防守得很嚴也踢不進去 結果海立峰3比0嘛 一定要四顆嘛 兩隊加起來四顆就可以 不然我們自己踢進一顆 那對方手太嚴了 我們踢不進去 不然這樣 我們踢我們這一邊好了 哈哈哈哈 但是呢 但是呢 這個守門員呢 沒搞清楚啊 所以第一次的時候 他就掉了一個小球 掉小球的概念就是說 我守門員沒有注意吧 我本來要回船 就不小心進了 算不算得分算嘛 我們就演這一出就好了嘛 這很簡單嘛 他很認真的飛撲啊 哈哈 你媽你在飛撲什麼啊 平常沒見你這麼認真 又第二次有沒有 哎我傳給你 腳不小心漏了有沒有 嗯 哎又飛撲了 再過來 你不要再飛撲了可以嗎 你可以假裝不要撲到嗎 我就回船給你 然後你假裝沒撲到 然後球就不小心進了 這件事情就圓滿落幕了 我們不這麼做 我們會被減薪嘛 啊 我們不一定會被續聘嘛 嗯 老闆你怪罪下來 這個誰扛得起啊 嗯 然後呢 他就掉了一個球嘛 他就啊 真的沒撲到嘛 啊 結果還是沒進 哈哈哈哈 結果 然後投了這麼多資金 大家的目的 不是真的為了運動精神 而是為了錢 這怎麼感動人呢 對不對